选举倒数15天台中市长及议员候选人将可以开始从事竞选活动 除了候选人团队办理的造势大会之外 台中市选委会也公布公办电视证件发表会的时间 让候选人们的证件可以透明化被看见 每一项选举它的竞选期间是有所不同的 市长的部分今天候选人就正式公告 那么明天就进入的竞选期间有15天 那市议员的部分要到18号正式公告 19号进入竞选期间有10天 那么里长的部分就要到23号 那么公告24号进入竞选期间 公办电视证件发表会将在台中市各家有限电视播出 台中市长候选人的部分11月15号晚间7点半将采现场直播方式 另外议员候选人的部分将依选区从11月19号到23号 陆续在各家有限电视播放 后天的晚上7点半正式来录制 那么现场直播 我们在大台中市有5家有限电视直播 就是让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市长的证件 那到礼拜天的下午又会再一次的重播 那至于说市议员因为人数相当多 那么总共有113位要选出63位 所以我们安排在19号19、20、21、22四天的时间 16个区分别录制 台中市长及议员公办证件发表 台湾加光电讯及大屯有限电视的收视户 请锁定20频道来关心选情 也盼市民透过观赏证件做出最好的选择 旧军台中采访报道